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tasteemoney 市场刚才跌多了 现在跌69点 25,993点成交 半个小时有247亿 那些钱是哪来的? 刚才也不回意 看今天又没有配股上版 好像没有 又买盈富基金 腾讯爆第一 现在40多亿成交 179也上了 179得昌电机 跌4% 27.05元 是否 配股上版 真的有 配股上版 据8亿多 其实今天成交都多 这个时间先找了唐牛出来 唐牛早晨 早晨 叫你出来就可以看其他东西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今天来说 其实都继续在咬着这个26,000的位置 有没有一些个股 是你在看可以告诉大家 今天一带一世 小说 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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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的朋友 小说731 深信子业 其实我之前也有写过的 不知道 其實這隻為什麼看好它就是盈起 很簡單 出了盈起的 說回它全年的業績的盈利會增長不少於七成 看回又是計數 它去年全年賺了4600多萬 照成的話 今年會賺7900多萬 全年7900多萬 中期看2700多萬 你減一減心算都感覺到 其實下半年賺了5000多萬 比上半年多了差不多一倍 又是一個很好的轉圈的善兆 其實看第二件事 看為什麼盈起 其實盈起的原因是 就是說它受為紙品業務下半年錄得可觀增長 還有這個零售業務虧損減少的 那兩件事都是紙品業務的原因來的 那紙品業務那樣好 應該是紙價升 其實今年九龍子業 利民造紙其實都升了很多了 那些業績都很好的 其實深信它雖然沒有什麼人留意了 但是它都是做紙的了 還有如果行家做得好 它做得好也很正常 這個就沒有懸念的 業績好這裏就 另外它零售業務虧損減少 其實它自己有做這個類似759的東西 它有一間叫FoodWise的東西 是啊FoodWise是它的 不過數目就不多的 是的 其實它就說它業務虧損減少的 那看回其實它中期的虧損都是千多萬 其實都看到的 今年中期都是千鬆一些 比去年同期是少了幾百萬 虧損減了 那其實如果它進一步減少的時候 那感覺上就是它可能 是不是這個業務都會做得挺好的話 那就可以有這個雙引擎的概念這樣 是 但FoodWise好像不太多人 是不是組紅色那間 是不是呢 我都忘記了 哦 你沒有去視察的 你知道的 現在這些零售這些好貴多 是的 其實我只看它的數目 如果它講得出虧損減少的 那相信要不就成本減低了 要不就生意做好了 那兩樣東西其實 自打一樣中 或者中了的 對個公司都好啦 嗯 OK 其實就說回深信自己 其實除了業績好之外 因為其實它的那個炒作因子都挺強的 怎麼說呢 因為它的市值其實是說6億而已 6億而已 其實都是那樣東西 學家不夠的那樣東西 其實就是很小顆都是那樣東西 小顆易炒 還有 說的NAV是說過半的 是 現在現在它的那個現價多少 5號 至5號 一 其實那個P Book其實是說的 都是0.3倍 那其實相比起其他 就是說其他龍頭資股 那當然沒得比 但是那些龍頭資股 全部都是在說的 都是在投資一倍流上的 那些P Book 那如果它現在是0.3倍的 那你將那個spread收窄一點點 好嗎 都其實有一個可觀的勝負這樣 還有 還有一件事就是它大股東持有7成多 那都是那樣東西啦 街貨真的很少 我嫌疑它太乾了 所以 乾了 其實是很乾 但是這樣說 其實它兩邊的棚都算不錯的 相對來說 如果以它那些貨這麼少的話 那兩邊都有齊在這裡 讓你買 讓你沽的 那感覺都良好的 是的 還有它都會保持著派息 因為都是那樣東西 可能大股東炸著 它都會派給自己 其實派息都OK的 變了在這個位置 現在都是5毫子 那我覺得 因為其實它業績之後就衝上去的 其實一直都悶的 那這個東西因為這個營起 那就爆了幾群這樣 那我覺得如果穩陣一點的 就是5毫邊或者5毫樓下慢慢罵 因為其實它月底才出業績的 那變了其實中間現在還有10多天 那相信都是那樣東西 大家會遺忘它的 炒與倫理 遺忘它 當大家遺忘它的時候 就爆了 就是現場的時候 大家自己看著這些位置 盡量不要跟別人搶 可以靜靜地去買 盡量不要跟別人搶 是啊 因為這些股是這一場 因為其實你看到它這隻東西 高位是有些少有新聞頂住的 常常都5毫4、5毫就會頂下來 如果你說靜靜地去買 等它業績的5毫之留下的 那你會安全一點 好過你高位長 嗯 好啊 那731我都有看到 就是拜讀了唐牛的文章 所以我都知道 其實昨天都升了一棍 是 所以今天就看看 就是大家是不是大家杯茶 雖然我都經常聽人說 哇 現在這麼多速遞 用很多字 是 不過都是這個 這個九龍子業會比較多跌 是 可以留意731 現在最新5毫一字 喂 那你一大一勢 還有哪一隻大的 他說大東西 說一下恆生 哇 好大啊 收一下恆生水 雖然我剛剛說的點子 就不關他滿人的事 Anyway 就不是周惠敏 對 滿人 李惠敏變鄭惠敏 是的 惠敏與惠敏 其實說真的 滿人的事 你真的靠李惠敏 整個人這樣 他今早其實低開都挺奇怪的 我覺得他低開了整個2、3元 都是那樣東西 一間公司不會靠一個人兩個人 你接班的一定會有這麼少份量 還有這麼多員工的時候 就是完全不會有問題 其實說回恆生 為什麼會看中他呢 其實是有一件事 其實之前發生了的 就是他 其實恆生和匯豐一樣 都是四季派息的 他恆生今年的Q1 就是第一季派息 是過二的 是 過二是什麼概念呢 因為其實他由金融海嘯到現在 他都有派季息 其實他每年的季息 都是講過一而已 是 OK 今年突然間轉為派過二 可以憧憬他 如果你今年Q1派過二 是不是第二季 中期是不是會派過二呢 第三季是不是會派過二呢 如果是的話 其實頭三季 講的那個派息 已經比之前的三季多了三毛錢了 OK 你作為一個收息股來說 其實都不是一個小數目 而且他金融海嘯之後 其實他雖然金融海嘯那一年 那個派息是drop下去了 因為調數不行了 但是之後年年都是繼續增長的 如果看回今年 就是這樣forecast的話 其實今年是有機會 那個派息是超越回到 金融海嘯前那個水平的 是 OK 其實現在講的 調數照計都可能有四利息的 如果以一個銀行股 本地銀行這麼穩陣的 又有四利息的 其實都是一個 很好的破訂資選 很好的破訂資選 其實11號是挺好的 因為之前也有些觀眾 就是收息的朋友 長渣的 都有問我 可不可以酒152元的時候 那我就說 這些酒不甩 因為一路他 除了一四季息 在一個很好的 有空喝茶的情況之下 還有就是他很穩定 而且他一直在增長 如果你說是貴的 其實你看看他的P-book等等 所有東西恆生都是貴的 但如果剛才糖牛那件事 我沒有留意到 原來他派多了食 因為其實很有趣 你看中銀香港這些 一旦派少了一點點 因為你是收息的 收息股 派少一點點 股東也不肯過你 所以你媽媽突然派多一點點 吃便宜一點點 就會令人有無限的憧憬 又或者是願意跟你拍個長拖 at least 不要散打 不是散打 所以就一定是對的了 所以我都同意這隻 拿著就算 怎麼說呢 你慢慢低位收集 或者見到高位 沽一點點好 千萬不要沽了 那我就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可能你在其他股票贏了錢的 短炒贏了錢的 就慢慢儲一下這些 大股收下息 那就最穩陣了 是啊 當有拿著你的profit也好 和你長期 長線投資收下息也好 都不錯的其實 對 我都覺得挺好的 所以大家可以用一個方法去想想這件事 喂 跟唐牛都談到這裏了 今天我也有推介的 所以先收你的線 好 多謝你了 多謝你了 下一隻是11號 一隻是731 一隻是深信子葉 多謝唐牛的推介 下個星期再談 慢著 你別走 好像有人問你113 追數 是啊 有人問你113 迪生創建是不是你推的 是啊 是啊 我上星期推的 他就問你 他就沒有 他就只有一個問號而已 Ivy 我不知道 113問號 是啊 是啊 沒有 條數正常 沒問題 額率是5厘多 其實都是那件事 cash是比市值大的 你有這個 叫做耐性 你就坐 是 不會說一棍兩棍爆的 其實我其實都有答過 其實重點現在就可能看一下 大股東會不會增持 是 是 是 希望他會增持的話 可能股價會好些 但是暫時都還沒見到 那要等下 好 下下 好啦 多謝了頭牛 我只見到一個 所以就這樣 哈哈 很多人問787的 其實787因為贏錢 這隻利錶 1.18 這隻還拿不拿 沒有啦 沒有啦 懂啦 被他折到死了 對 很難玩 不知道踢到哪裡 黃金右腳 哈哈 踢到不知道在哪裡 踢斷了我的腳 是不是 但是你走了 可能別人有的 那還差不差好啊 如果你看圖 就過一這些位置 是支持位 上一個頂 嗯嗯嗯 是啊 你穿過一就走 其實都不用 這隻東西很詭異 就是不懂得看的 真的 啊 OK 我都說 你想不忍虛這隻 我都害怕 真的很難搞啊 是啊 真的 好 787就回答了大家 另外113都回答了大家 多謝唐偶了 第二答案 我們先收線 好 拜拜 拜拜 今天兩隻推介 就是731 深信 和11號恆生 剛才2333 小編已經很厲害 在YouTube打低了我的目標 如果看不到YouTube 因為我看到Lisa Lam 都在Facebook問 我講到一次 第一站是9.3 剛才到了 第二站是9.48 之後再看9.68 為了你們 今早我都未吃 所以 剛才來回都不見了 錢住了 我買了很多 都挺好的 2333 等它一兩天 又再爆多一次 好 今天的推介 不說那麼多廢話 我很慶幸 終於出現 當年可以炒一條龍 那種思維 因為昨天 美市想了很多東西 就是 一例昨天 內地那邊炒保險 我說買了新華保險 不過沒有特別推介給大家 大家嚴慢 升了一元 新華保險1336 我自己在41個半買 隨時不夠錢用 動一下 大家可以留意 然後就在想 究竟這期內房很厲害 推介給大家的81 去到 幾多錢 上4.8 昨天 4.2左右推介 賺了6毫 都算是不錯的表現 內房 然後 前兩天就水泥 即是2009 那些都爆上來 然後就到玻璃 福耀玻璃 然後信義玻璃 中國玻璃 洛陽玻璃 全部爆上來 下一梯隊是甚麼呢 循著這個思維去考慮 因為內房買得好 那你要起樓 起樓就是水泥 玻璃等等 今天的推介 就是跟新材料有關 很久沒有炒的了 21-200中國聯數 升級百分之一 現在是6.09的位置 做家裡的膠管 膠的喉管 其實為甚麼會突然想起 中國聯數呢 大家應該記得 以往 炒新材料有三寶 包括 東岳 做冷氣凍劑 189東岳 就3.67 即是可以隔了那麼久 年多兩年復牌 之後就日日爆升 3.67就升1.6% 接著就是聯數 其實聯數 剛剛的圖 剛剛開始跌倒 先看看聯數 2128 其實你看到 昨天 為甚麼這是周善圖 先開日日圖 昨天就開始 第一棍 就是10天線 上升穿20天線 今天就要站到50天線 50天線 在6.15的位置 希望它站得緊 之後我們下一個位置 就會看到 差不多 6.75 6.7 現在是6.1 我覺得 在這個位置 6.1 左右 我們上網是6.7 都有6毫子 空間都差不多 是一成的 以一個很簡單的方程式思維去想 它那個需求會增壓 還有圖表 除了10天就來升穿20天之外 100天線都開始是帶上來的 以一個這樣的圖表走勢 我覺得值得在這個位置去買入 剛才是6.09 現在是6.14 升1.6 大家都可以繼續留意 新材料的股份 另外還有一隻 我記得是 2228 潔能海東青 不過停了一段時間 所以現在 當年三隻新材料股 兩隻停 只剩一隻中國聯數 所以以它的質地 我自己覺得就最好了 現在189回來了之後 新材料就變回有兩隻了 既然它走得那麼行 應該就買回這隻 2128中國聯數 現在是6.14 升1.6 我想你有差不多 猜猜猜是甚麼叫新材料股 否則你剛加入股市的朋友 完全沒聽過 Google一下 否則就失去了這個星浪 我們先談到這裡 現在市場下跌31點 26,036點 乘加321億 我們休息一會 回到小炒倉的環節